一个是香港天王巨星,一个是澳门黑帮教父 刘德华和崩雅鞠两个怎么都扯不上关系的人 为何崩雅鞠让叫刘德华求婚离在澳门呢 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呢 为何当年刘德华的老板孝华强都对此无能为力呢 而又是谁横杀一脚就刘德华脱离户口,保住心运呢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以及澳门都是鱼龙混杂 很多行业都被帮派水里渗透了 而表面上看上去光鲜亮丽的娱乐圈 更是这些帮派另类主事的战场 甚至很多帮派以女性女友为地位的尊重 而在他们眼中只有哪个演员出名 就必须帮他们严谨地帮他们拯救 如果不同意,那就要牵手帮派们激励的套户 正面功夫皇帝必连接,资金拒绝一场地影重演 自己的经纪人蔡子铭直接被抢杀 还有号称香港女儿的美艳芳 在一次KTV上遇到一位江湖大帽 而这位江湖大佬要求你出演一部电影 但是被梅艳芳拒绝了 于是直接掌握梅艳芳 甚至还当中要求被掌握的梅艳芳 唱两首歌在原谅的一剧 但是梅艳芳怎么不从 这位大哥差点脑胸承沐下横手 还好象太及时跳上救了梅艳芳 不仅仅是梅艳芳和刘德华 当年热圈有着很多很多热气的事 苏联成龙大哥也不例外 被人用枪顶着脑袋拍摄电影 可是凶结万万 所以有着这些例子 很多艺人面对方派打扰的逼迫 也是选择脱袭 只是为了避免惹更多麻烦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刘德华被求澳门事件 并在之后为何像花枪 都不能为例 直到澳门最具群势的一位人物出手 才让刘德华评论故事 而这位囚禁刘德华的人 为何出气小张 他的结局又怎么样了 当时出道就爆红的刘德华 成为很多帮派眼中的小伙伴 据传闻 早年刘德华就曾经拒绝香港的一位 包派打了赵哥的腰结婚 最后两个小子拿着墙顶 在香港外问他 到底去还是不去 为了自己的着想 刘德华只能被被无奈 完成成城演出 此事件也在刘德华心中留下第一名 在此事之后 刘德华也是小心情深 甚至还和自己老板 向花枪搞好了关系 这也让刘德华在香港几乎很少 再受到包派威胁了 但是 连刘德华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会在澳门摔了一脚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 除了香港帮派行情之外 澳门也是如今 更甚至当时的澳门政府管理更加乱 帮派的嚣张气焰 比香港还要高出所多 中所周知 1995年 澳门博彩行业积极点赏 很多外来人都想来澳门飞翼备更 而在香港如日中心的向花枪也是一样 而彼时澳门的博彩事业 被好称澳门教授 奥美国基督华控制着 面对外界帮派 想要来澳门分自己利益 马上变集结帮小弟 准备对这些痴心妄想的人进行一份报复 当时的崩牙区几乎控制 整个澳门的铁马仔 还有着赌王和鸿燊的支持 各位实在 澳门的权力处在了点声时期 如日中天 面对崩牙区传出的即将要进行报复 很多外来资本都失去了退出澳门 但是只有替方势力 对崩牙区的报复不以为然 那就是香港的向家兄弟 于是双方就进行一番刀光剑影的火梯 但是本就是在澳门崩牙区的地盘 来势熊熊的向家兄弟虽然小弟非常多 但是也并没有占到便宜 但是也并未受过几分 于是澳门的博彩行也照着开业 但是在开业当天却传出一个消息 这个博彩场地已经被崩牙区放了炸弹 只要有人去向家兄弟那里捧场 就引爆让赌场和赌客一起回来烟烟 此消息一传出 虽说向家兄弟第一时间对赌场进行全面检查 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炸弹 但是在开业当天依旧没有人愿意冒出生命危险 来捧场 因为在澳门所有人都知道崩牙区的重视 心狠手浪 向家兄弟见到此前此景 也是终于能够一遍 强龙护压一头手压 于是找了澳门主王何鸿燊来做和赤老 何鸿燊在桌面上打担做事 两方之间的虎币对澳门不凡事业 和鸿燊扎不得双方拥护压 于是便乐呵呵的靠去当中之老 该说不说 在澳门崩牙区可以不把所有人放在眼中 但是唯有何鸿燊的面子还没去给 就这样 尚妙还寒打寒查的向家兄弟和澳门造户 回来也便拖在一张桌子上回来 事实解释 双方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我们仍不得而知 反正最后的解释是向家兄弟弟说的 所以便便一向歪看 和鸿燊就是一望 也顺此事实现 和鸿燊的声望于是大队 当时还传出一句话 连澳门做不断 都不断了 此种捧声的话语 当时让鸿燊就算是开心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句话 让他未来做了十几年的牢狱 但是 比试的鸿燊 依偎自己的实力和声望 都在澳门达到领风 于是开始建造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于是便决定自己出资 举办一场慈善演唱会 而且还必须是当活的歌手才行 不然不足以交险自己 在澳门的影响力 而很多香港明星歌手 接受到了蜂牙剧的邀请 虽说可能当时已经另有安排 但是因为蜂牙剧心狠手了 就声早就传逼香港 于是 虽说心中非常不起愿 但仍退掉工作 前往澳门国约 而这邀请的人中 就有当时如指中骗香港自打天王中的 张学友 两位天王正是事业巅峰 如今的工作很多都是万能前预计下来的 所以说 虽说蜂牙剧人气最长的 但是仍然表明不想去的想法 但是这时张学友亲自的甘贴邓光荣 打电话过来赤字的张学友 让其推荡所有预计前往澳门国约 免得蜂牙剧绝对流了脸面 惹出不必要麻烦 因为甘贴的邓光荣有着帮派背景 甚至和很多澳门帮派 都有这种大小情 所以张学友在听到甘贴邓时后 心中一直恍然压护 连一项厌色的甘贴邓光荣如此紧张 专门打电话过来去说 那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于是张学友对到所有 冲前往澳门 但是刘德华没有像张学友一样改变决定 依旧拒绝澳门的邀请 面对刘德华的拒绝 澳门那边没有任何反应 本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就在演唱会开场前三天 突然有辆黑色保姆车拦在刘德华的前面 下来几个壮汉直接将刘德华带出了车 并对刘德华顺便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 澳门有人请他 就这样这辆车就这样开往澳门 天王刘德华就这样被裹下到了澳门 到了澳门之后 波亚居依旧没有来见刘德华 只是让小弟将军软禁在一家酒店之中 面对此种绑架情况下 刘德华气不过地打电话给自己的老板小花枪 但是小花枪因为此时正在内地办事脱不开身 也对刘德华表示可怜 于是让起找自己的逆地小花胜 于是这位向家兄弟连夜赶往澳门找了赌王和宫神 想起说明什么事 上次澳门赌场时间向家退了一步 这个人情正愁没住完呢 这时刚好向家兄弟找上盘来让他帮忙 再加上 三次求助人刘德华后更是难罪罢了 因为之前刘德华诗人的赌神 另有忠诚刀载一句 让赌王对其评论一行问 于是马上打电话给孟雅军 要求让击放了刘德华 和宫神都发话了 孟雅军也没有理由再求进刘德华了 于是变框了刘德华 而此时距离赌神演唱会就只差一天了 于是身在澳门的刘德华做了个决定 依旧参加赌神演唱会 刘德华这种大气的做法 让老板小花枪 孟雅军还有赌王和宫神都颜面大涨 让老板孟雅军显得更加赖急 邦雅军的目的也砸套牢 也是十分高兴 何鸿燊强迫邦雅军放远 本就不合适 这时候刘德华主动要求参加 对于三方而言都是最好的结局 对于刘德华自己而言也是最好的结局 这件事过后大家都知道 香港刘德华的为人极其够意气 而刘德华在慈善演唱会上也是十分耐力 甚至还参加慈善晚会的记者招待会 却给足了崩牙军的面子 于是我们看到镜头面前 刘德华和崩牙军热情交谈 小声不断 真可谓是一笑迷人招 而两个本就八竿子打抱着的人物 也是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刘德华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老 从此以后 港澳两地没有帮派再找刘德华是很麻烦 香港有老板下滑墙 澳门有崩牙军和红身 刘德华也是打打实实地搞自己 歌唱演艺事业 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经典的作品 既然说到这里 我们就再说说早年期间 刘德华的沈阳事件 当年的东北沈阳帮派老大刘勇 横着无际为了干涉 于是他和澳门的崩牙剧一样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能力 于是邀请很多当红特首来到沈阳演唱 其中就有刘德华 刘德华面对刘勇开车的演唱会酬劳 于是十分满意 脸心眼不约 但是没想到的是 到达了沈阳 刘勇却突然降低酬劳 这种行为让刘德华极其不满意 但是破裂刘勇的压力 还是出席了演唱会 可能是由于心中愤懑不平 此次演唱会的效果并不好 而台下的人也是对着老板刘勇抱怨 刘德华简直是复衍了事 于是刘勇当即护衡参长 便找到刘勇华 藏着众人的面 对着刘德华破口大骂称 这是沈阳 你竟然复衍了事 然后上去就是两大嘴巴 刘德华见到此时辞警 也是明白说金崇敬 便不促成了眼望 当即便准备离开沈阳回到香港 但是刘勇仍不接近 于是把小屁 让刘德华就禁在酒店 此时的刘德华迫于无奈 只能找到老板向华强 出来解决 但是向华强虽说在香港权力很大 但是在东北没用啊 于是让刘德华找任大华 因为任大华的哥哥是香港警司 因此任大华已经是很明显 权势的人 在听到刘德华的救救后 当晚就飞往沈阳 找到刘德华就成为解决结束 最终刘德华也是平安回到香港 此次就留谈出一句话 过了山海关 有事就找赵文山 回看刘德华的这两件事 我们总结出一句话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用神经设计